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给大家分享的是,这样菜吃不对会要命,就在你家餐桌上,看完赶紧撤掉。 人是杂食动物,肉和菜都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食材,尤其是蔬菜,不吃肉还可以找到替代品,但不吃蔬菜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。 吃蔬菜可以给人体提供必须的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营养物质。 此外,在蔬菜中还含有多种多样的植物化学物质,是人们公认的对身体健康有效的成分。 目前,果蔬中的营养素可以很有效地预防慢性,退行性疾病的多种物质,正在被我们研究发现。 但是,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在餐桌上常见的蔬菜也很有可能存在着健康隐患,如果我们吃错了,就很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极大伤害。 那么,有哪些蔬菜呢?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 这些蔬菜存在健康隐患。 1. 腺菜 第一种,腺菜。 腺菜富含着大量的硝酸盐,会在我们的口腔内的绿农甘菌、变形甘菌等细菌的影响下,转化成为亚硝酸盐。 则亦产生有亚硝酸盐中毒的危险,更严重的可能会得蓝血病。 所以,腺菜不仅不能多吃,最好能少吃。 2. 鲜黄花菜 第二种,鲜黄花菜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是新鲜的黄花菜。 因为在新鲜的黄花菜中含有名为鲜水仙碱的物质。 如果人体大量摄入后,则会产生腹泻、呕吐等症状,严重则会随时丧命。 解决办法,鲜黄花菜只要在其烹饪时进行焯水,然后再用清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才可食用,但这样仍旧会存在风险。 说实话,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正确食用,唐唐建议,不如挑选其他的蔬菜吃,以免食物中毒。 3. 剂菜 第三种,剂菜。 剂菜富含大量纤维素,可增强大肠的蠕动,增强人体形成代谢,从而促进解决便秘的困扰。 同时,剂菜还富有大量的胡萝卜素,对治疗夜盲症、肝炎病具有一定的疗效。 但是剂菜它属于是野菜的一种,不能保存太久,最好既买既食,放久了则不新鲜,营养成分大大减少。 4. 菊菜 第四种,菊菜。 菊菜可以说是一种土生土长的野菜了,相信很多人都吃过,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菊菜中它含有的圆菊肝,是一种致癌物质,食用后会引起人体的不适,从而会增加患癌的几率。 而且,菊菜所生长的环境不受限制,因此,如果是在污染相当严重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,那它也会受到污染。 食用这一种菊菜则很大可能就是毒上加毒了。 而在早前,菊菜就一倍是卫生组织,列进了2B类致癌物中,食用过量对人体是有极强的致癌作用的,但其致癌的摄入量是没有明确的,因此,我们可以适量地食用。 但切记食用过量,毕竟风险蛮大的,自讨苦吃的事可不要去尝试哦。 这些菜也需要注意。 1.酒泡的木耳。 木耳它本身是没有毒素的,但如果木耳泡发时间过长的话,就会受到霉菌细菌的污染,从而产生毒素。 通常来说的话,木耳用冷水浸泡1-2小时即可,最多不能超过3小时。 而如果用的水是温水或者热水,那么泡发的时间要缩短一些。 2.喂煮熟的四季豆。 四季豆它含有植物旋凝素、灶干以上两种毒素,只有在煮熟的情况下才能被破坏。 如果四季豆没有煮熟,即很大可能会发生食物中毒。 因此,烹饪四季豆时一定要确保煮熟了。 当四季豆失去了原有的绿色,以及生硬感和豆腥味,就说明已去掉毒素了。 3.腐烂的生姜。 腐烂的生姜不能吃,生姜在腐烂之后会产生一种有毒物质,黄脏素,可能会诱发肝癌、食道癌等相关疾病。 所以,腐烂的生姜一定要赶紧扔掉,千万别舍不得。 蔬菜说完了,肉自然也不能忘记。 春秋时期,被人们称为四体不勤、五骨不分的孔子,在吃穿柱形方面十分讲究。 粮食成旧或变味,鱼肉不新鲜了,他都不吃。 西上吃肉的量不能超过米面的量,就可以随便喝,但不能喝醉。 自曾经约过,食不厌精,快不厌细,四话,历来是国人的基本美食准则。 当饮食已经不再局限于冲击果腹之后,不仅吃饱,更要吃出健康,吃得明明白白。 这既是饮食之道,也是众生所欺。 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鱼等肉类相信大家都熟悉,但是吃肉的禁忌却并非人人都熟知。 有些部位的肉最好不要吃,健康吃肉记住三不原则。 淋巴不吃,腺体不吃,皮尽量不吃。 吃肉有禁忌,三不原则要牢记。 一、淋巴不吃。 淋巴系统是生物体内的免疫系统,比较容易残留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。 因此,一般不建议人们食用动物的淋巴组织,比如猪脖子上的淋巴结。 二、腺体不吃。 甲状腺、腎上腺这样和内分泌相关的腺体,如摄入后,对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会带来不利影响。 因此,不建议食用,比如鸡屁股、鸭屁股。 三、皮尽量不吃。 动物皮包括真皮、脂肪、淋巴等组织。 真皮可以吃因为富含胶原蛋白,但其他两种就不推荐吃了。 以五花肉为例,最上面那层薄薄的,很有韧性的皮,其实就是真皮。 积鸭这些禽类的皮,因为本身就很薄,其真皮组织更薄,人们很难分辨。 此外,鸭皮漆皮中的脂肪较多,胆固醇较高,建议大家少吃。 如上所述,三个不能吃的部位,具体关系到哪些肉类,我为大家列举一下。 一、猪、牛、羊、蓄三线。 蓄三线是指猪、牛、羊等动物身上的甲状腺、肾上腺和病变淋巴腺。 动物的甲状腺、肾上腺等腺体中含有较多激素,如果食用这些腺体,会影响人体内分泌系统,造成内分泌紊乱。 我提示,经过检疫,规范图宰和处理的猪、牛、羊等肉类,甲状腺、病变淋巴结以及肾上腺都会被去除,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,是可以安全使用的。 二、鸡压屁股。 鸡屁股、压屁股对少数人来说是个充满异乡的部位,其实这些部位腺体很多,不宜使用。 比如鸡屁股,那里是鸡的胃脂线和腔上囊,胃脂线会对肉的品质产生污染,腔上囊则是鸡的淋巴器官,包含了大量没有来得及分解的病原体、代谢废物等。 我提示,禽类屁股无论如何处理,也很难去除所有的有毒有害物质,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安全吃法,建议大家还是不吃为妙。 三、动物脖颈。 动物脖子处的淋巴组织比较集中,而淋巴组织里可能存在病菌,因此最好少吃。 比如猪脖子素有血脖肉之称,又较多淋巴结,尤其是病变的淋巴结较大,一般在屠宰时会被剔除掉。 只有经过检疫,规范屠宰和处理的血脖肉才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,是可以安全使用的。 积压脖子处的淋巴集结体,胸腺等也不应该使用,规范的屠宰中这些腺体和器官都会被剔除,所以大家从正规渠道买到的积压脖子是不应该含有这些部位的。 我提示,如果喜欢吃鸡压脖子,又不愿意吃到这些淋巴组织,那么把皮去掉就可以了,因为这些淋巴集结体多分布在皮下。 4. 鱼胆不吃 中医医书《正治准神》记载,鱼胆有清热解毒,清肝明目,止痛的功效,但专家提醒,鱼胆虽然却有这些功能,但其药理作用需于其他药物混合后,外用才能起效。 而不能内附,鱼胆的毒素成分复杂而且比较稳定,难以去除掉,不论是生吞、煮熟还是泡酒都难以破坏,容易引起中毒。 我提示,在处理活鱼或鱼杂时应该小心,以免划破鱼胆造成鱼肉的污染。 如果确实不小心划破鱼胆,需用大量清水冲洗,或者用小苏打水冲洗后方可食用。 食材的好坏关乎到这道菜的整体,哪怕做得再好,处理得再干净,食材本身的问题也是改变不了的。 因此,这些不适宜的食材还是尽量不吃的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